还以为把钱存在银行很安全 一名日籍女子就把977万存在张银里面 不过因为长期没有动用这笔存款 被银行行员盗零一空 还原过程1997年日籍女子在张银存进977万后 消息行员2003年透过客户记录得知 五年下来日籍女子都没动之 她一想天开利用五名街友的身份证开设人头账户 再透过电话转账把日籍女子本金家利息 1110万全转到自己口袋 试至拿这笔钱来付自己的信用卡卡费 开户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做好 整个开户真实的身份是有本能来开户 集合的作业 立委炮轰张银瑕疵一堆但夸张的是 张银主管从上到下不知情 一直到2014年12月日籍女子要来提款 发现户头空了整起案件才曝光 却已经是犯案16年后 会有一点负面的一些影响 就可能不会投资在张银里面 应该是要付保管责任的 民众一面倒都说好扯 因为直到一日被检贞结 才依违反银行法背信罪起诉销信行员 这起案件更早就过了行政采除权的三年时效 等于金管会一冒钱也罚不了张银 那是不是有确实的落好金融检查应该注意的事项 那否则怎么会这样子一个严重的案子 隔了十几年以后才被发现 本行已经自行调查 也移送台北地检署 存互的权益完全没有受损 虽然张银强调事发后 已经补回日籍女子的本金跟利息 但重创的商欲恐怕不是钱还了就能回得来 东森财经新闻六局张博祥台北采访报导